西子民风街目前只有817公车可以供民众搭车前往南港昆阳站 但却没有通往东湖的公车 因此在13号的会刊当中 市议员审发会以及里长交通局等人就针对896线公车路线进行沿路会刊 希望可以解决四个里的交通问题 西子民风街这里目前只有817线公车前往南港捷运昆阳站 让想要前往康宁街往东湖的民众都要走到中心路上搭车非常不方便 因此希望议员可以协助改善 诉求是希望说这个班次能够增加 因为明昏街只有817一线 然后817走到南港捷运站 那如果说这一线能够通车的话 那对我们到东湖捷运站是有帮助的 剩下班时间能够把这个班次能够增加 这的人坐车的人很多 他就刷路很少 根本都没舍路由面方街再车更加重 所以说看可以说加班次吗 一个月前我们就有邀请这个新北客运公司 跟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大家来共同讨论说是不是这个 我们896的这条路线有可能来做一个更动 就是从我们从博绝山庄这边之后 过冰湖大地能够弯进右转弯进这个民风街 那从明峰街一直走到底 走到这个北山里的这个出口之后 再跟康宁街交汇 那这个我们也有跟里长 当地里民搭做讨论 事实上康宁街 目前的这个公车路线是足够的 因此把这个896移到明峰街来 这个对于这个康宁街的 这个公车班次事实上影响并不大 一员表示今天跟交通局 以及客运公司人员搭车 沿路前往各个预定的设站点会刊 希望客运公司可以增加明峰街 以及康宁街的全线公车路线 方便民众答乘 我们坐巴士实际上走一趟这个路线 跟设站位置 那设站位置大部分的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有原本前段有815的站位 那从中心路的后段 这边有629的站位 这个问题不大的话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尽快的时间 提供我们这里包括 包括这个湖光里 包括金融里 包括北峰里 包括北山里 这四个里 这明峰街的居民能够有 更好的这个公车的路线的搭乘 邸总表示 明峰街这里横跨四个里 搭车前往东湖的民众需求很大 希望这些路线可以赶快整设 解决地方长久以来的交通问题 街坊墙戏长报道 对于能够 都会是稍微的 在沉路上 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路线 和路线的路线 那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路线